樞紐表 執行 有了 不過他每次都跳工作表7了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run的話 怎麼執行 怎麼樣一下 樞紐表 執行 它變8了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樞紐表的部分 做一個錄製 最後修改的部分大概稍微記一下 這個其實也不難 但是就是注意一下位置 在Table Designation後面 這個工作表多少的金碳要刪掉 留下R3C1 然後還有這兩行看要註解或刪掉 因為它這個指的是某一個工作表的某一個儲存格 這個我覺得有點多餘 然後再來就是第一個區塊的Wis 到EndWis 那個那一段是預設值 刪掉沒關係 所以留下來的話看到就長這樣子 OK 但是啦 可能我比較希望是說它幫我新增之後 最後乾脆直接幫我把這個名稱 不要叫工作表多少 我希望直接就乾脆幫我改成 那個工作表名稱叫 要例年切到折欠圖 所以最後我的習慣是 如果你希望讓它重新命名的話 我會在Add的下方多寫一個 可能要自己寫喔 就是跟它講說 你新增的那一個工作表 那個工作表叫Active 如果你要指向哪一個工作表 就是ActiveShoot 工作表 就是指的是目前被你新增之後的那個工作表 就活動當中的工作表的名稱 點Name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要例年切到折欠圖 就把這個名稱打上去 好 這樣子OK了 那這個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當我新增這個工作表的時候 同時把它名稱變更 OK 就多這一行 多在第二行的地方 那最後當然可以把它試一下 這個把它刪掉 好 那把它跑一下 跑的話一樣 就是這個 樞紐表 執心 有沒有 例年切到折欠圖 感覺還滿OK的 那再來的話 就樞紐表油對不對 再來就樞紐圖 然後再把兩個串在一起 這樣不就完成了 再來就什麼 油標放這邊嘛 然後樞紐分析表加個這個 然後把它選一個什麼 摺線圖選這個按確定 然後再修改標題 OK 這個好像比較簡單 我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個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錄製好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直接就是 一樣錄製具齊 然後名稱的話叫樞紐圖好了 OK 然後就做之前做的 有沒有 1先樞紐分析圖 然後直條 這個之前做過啦 按確定 然後上面名稱的話呢 就是把它改成叫 例年切到折欠圖 然後並且把這邊 這個改成這個什麼 紅色20號字出題 然後最後 這樣其實OK啦 然後把這個圖 圖力把它去掉 圖力 轉換回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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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